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在公元七世纪前后 就有藏族的先民生活战斗在这片土地上 果落 藏语的意思就是胜利者 果落草原辽阔而壮美 如同一望无际的锦绣地毯 为迎接凯旋的英雄而展开 铺在黄河岸边 铺在庄严的阿尼玛青山下 果落草原上 藏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息在这里 这里冬天和春天同在 这里黄河清澈如同山泉 这里最有名的马是青海玉树马 这里千百年来为善于骑射的果落部族 展开了绚业而广阔的铲成空间 这里最常见的 是肉毛奶三用的藏系两种绵羊 这里连野生蘑菇都长得比碗口还大 真是得天独厚了 我们越过黄河上游的第一座 钢筋水泥桥马多大桥 在黄河边上 我们访问了一户牧民家庭 阳光融化了清晨的博物 帐篷 牛羊和他们的主人 都显现出金色的轮廓 奶香引来了这只小羊羔 这奶池该是黄河水化成的吧 瞧 就凭女主人这身 镶着水塔和豹皮的紧缎服饰 也足以让天下每一位公主 都羡慕不已 听女主人说 这羊羔没了妈妈 这不 九岁的小主人 承担了这份神圣的职责 这只是摇尾起连吗 不 这是一种天然的和谐 这个六口之家 一共拥有一千一百五十只绵羊 一百九十五头牦牛 八匹马 外加一辆卡车 当地人说 这在国陆草原 还只能算是个中等户 一天的放牧开始了 羊群涌出眷门 涌向牧场 滔滔滚滚 如浪如潮 羊群涌 葬民从不隐瞒自己的财产 他们不但以妇女圣装为荣 就连丰收的青柯脉 也装满这种特质的大口袋 像陈设似的明摆出来 果落人生来就这么豪迈 跨马扬边 天地多么开阔 瞧着牦牛 历来享有高原之州的美城 除了用于交通运输 还称得上浑身是宝 果落人放牧着流动的宝库 电气化设施 也开始为个体牧业户服务了 便推子给绵羊们清了桩 自动淋浴装置 又让他们享受一番 现代文明的洗礼 这喷淋着的清水 也许就来自圣洁的黄河之源吧 黄河 黄河有数不清的涓涓细流 汇成光滑闪烁的星宿海 聚到避水如尽的两湖 而真正的黄河干流 从厄陵湖的出口处 才开始它的万里行程 黄河如同母亲的血脉 黄河如同大树的根系 黄河在这果落草原上 随着地形山势 曲折婉转 聚散分合 直向着中华大地 舒展开生命的网络 黄河不会忘记 在它自身的巨大生命系统中 果落草原贡献着什么 我们走访了黄河上游的第一座水文站 被誉为前哨兼兵的马多水文站 来自祖国各地的水文工作者 从事着庄重而虔诚的劳动 他们正在取水样 记录数据 如同测量着母亲的脉搏和体温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默默地撰写着黄河的生命 这座地处四千二百米海拔高度的小镇 也许一时还算不上热了 可它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县城 青海省马多县人民政府 就设在这里 别看县城不大 商店里摆的家用电器 可都是来自北京上海的名牌货呢 瞧这些收录机 闪着多么诱人的光泽 果落草原上 有谁不想把唱不尽的欢乐抱回家去呢 既然年头富裕了 那么年轻人可就要随着自己的心意 做出选择了 这座高原小城 如今也开始享受着现代文明了 县城建起了电视插转台 这位来自西宁的小姑娘 正给草原上的每座帐篷 传播着新的信息 大约在二十二点三十分结束 欢迎各位收看 这座没有名字的山峰 多像金字塔呀 夏季的果落草原 草葱茂密 山泉川流 就像过滤了一遍 果落的山泉 清澈而无私 有谁能数得清 这果落群山 究竟捧出了多少条溪流 多少片湖泊 贡献给黄河呢 而黄河正是流经果落草原 才以更宏伟的体魄 继续着自己的行程 这真是机缘作美 我们很幸运 遇上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藏族婚礼 取新郎 那是迎亲的队伍 扬兵催马 奔向远处的送亲马队 送亲的南兵巷 接过迎亲酒 略尝一尝 就豪放地把酒浆 撒向青天 撒酒静天之后 迎亲马队绕新郎一周 纵马开路 途中还要重复两次 才继续向新娘的帐篷奔去 在青颗麦撒成的吉祥如意图案上 新郎飞身下马 迎亲一事才算完成 就这样 郭洛人自古怀着吉祥如意的心愿 生息繁衍着 据史书记载 最晚在圣唐时代 这里就形成着自己的社会风俗形态 新郎到新娘家来完婚 或许就是果落古老婚族的一封吧 新娘子 由女宾像们陪着 向帐篷走来了 如火正旺 酒窑飘着暖暖的香味 婚礼正式开始 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诵经主持 新娘渐渐把羞瑟 笑容在喜悦中 这幅白度母佛像 给婚礼增添了庄重色彩 新郎正在居井里 掩饰着内心的欢乐 这位女宾 献上了贺喜的歌声 这位男兵为新郎 珍上了喜酒 新郎却酒不沾唇 只用指头沾酒 轻轻弹向空中 新娘也微笑弹酒 似乎要让整个果落草原 都分享他们的幸福 客人们跳起舞来了 婚礼成了狂欢 自古舞酒不成宴 酒可以住性 可以舒怀 可以寄托住院 不知什么时候 一对新人 已经并肩而坐了 赛马和赛牦牛的节目 掀起了婚礼的高潮 果落草原 鲜花盛开 可谁能想象 这里又是果落仙民 曾用热血浇灌过的地方 据记载 五十年前 由地方军阀所发动的一次屠杀 曾经血洗草原 马多的一个部落 成年男子 只剩了五个人 然而 鲜花的原野 毕竟被果落铺了昏窗 果落的大地 使胜利者后代的生命力 更加顽强 这是果落藏族自治州的首府 马兴 它是草原上的一座新城 它在黄河以南 又在黄河以北 因为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进四川 转了个弯子 又从它的北面 进甘肃流回青海 这里 内地的新鲜菜果 也能硬实运到 在州府的大街上 似乎牦牛也有些特权 据说 牛粪干 都可以当作小伙子 投向姑娘的吉祥物呢 难怪往来的汽车 也对他们礼让三分呢 多么气派啊 竞技场上铺开的绿毯子上 都绣满了鲜花 好一场葬式摔跤比赛 果落人世世代代 都吹崇勇武精神 对战斗中的胜利者 要敬酒 要披红 对落荒的呢 就要当众羞辱一番 连他骑过的马 都要割去尾巴 dan找个男生 小伙子 我想要做尾巴 我也去尾巴 再临 我一个人 好的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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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人 我一个人 对你 好吧 我一个人 这一场被称作二鬼摔跤的角逐 正吸引着这些胜利者的子孙 尽管这只不过是一场独角戏 看来果落的勇于拼搏精神 也后继有人了 果落草原属于纯木野区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虽然已经按季节划分了草场 可是放木的流动性仍然很大 可别小看这种用具 它相当于风箱 当地人叫它火皮带 用整个羊皮筒子做成的 在高寒区地区放木 尽管到处都能找到油粪做燃料 可没有火皮带鼓风吹火 也是做不熟饭的 汉塔又叫土拨鼠 前肢的爪特别发达 擅长打洞 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 它们专吃草根破坏草场 又是鼠疫和热病的传播者 成了草原遗憾 可它的皮毛虽次于水塔 且相当贵重 对猎手很有吸引力 猎人出发了 去寻找自己的好运气 圈套却把恶运布置下 这位藏族老猎手正在巧射机关 他从十一岁起就捉汉塔了 至今已经捉了六十年 这位藏族老猎人出发了 看好肥的家伙 听说它的肉也肥美而鲜嫩 不过最诱人的 还是它那一身手感极好的毛皮 据说汉塔的身长可以达到半米多 它们住在洞穴里成群活动 一胎可以产到七八只幼崽 繁殖力很强 看来猎手们正参与着草原的生态平衡 这只梦是我们摄制组自己捉住的 给一个特写镜头 看看它的坏脾气 这是文明清藏高原的猛禽 学名秃旧 当地把它看成天神的使者 所以又称作神鹰 多少年来 它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土九 体重一般在五至八公斤之间 双尺张开 宽度可以达到三米多 展翅搏击 雄剑有力 更擅长滑翔 降落急剧无声 给人以忽从天降的神秘感觉 土九常以哺乳动物冲击 它的视觉和嗅觉都极灵敏 能在远距离处发现猎取对象 这该使神的使者们来享受人间的某种供奉了吧 果落草原 花多 药材也多 有的花是药 有的叶是药 有的根是药 有的种子是药 这是黛黄 可以长到两米多 它的根就是清热化育的良药 吸引着采药人攀山越岭的 还有生长在雪线以上碎石中间的雪莲 雪莲本属菊科 只因花边近似莲花 又生长在高山积雪之处 才得了这样一个名字 雪莲虽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入药却有治疗妇科病的特效 瞧 旺季一到 药材收购站就忙起来了 东虫下草 明阳海内外的珍稀药材 近年来 国际医药界还发现它具有预防癌症的妙用 历时身价倍增 卖主接连不断 这药材收购站吸引着四方其真 简直成了亮宝会 难怪老人们一轮不休了 这是什么药材 成口的过程来了 哦 黛黄 此时此刻 谁能猜透这位妇女的心思 这是马沁藏医院 藏族的门疤 阵脉不像汉族和猛族医生那样单手进行 而是双手并举 使人顿生新奇之感 这种贴药酒疗 可能是藏医特有的治病方法 据说疗效很好 藏医藏药 为果肉人的健康和民族的心棒 做出了贡献 这座山形奇特的年宝玉泽山 又称神山 传说这里就是果肉不足的发祥地 莫洛子孙 在这里自由驰骋 深山之下 不展开大片的湖泊池 每一滴水都清得像从天而降的甘露 甘露滋润着果肉草卵 多少年间 果肉子孙历经劫难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 果肉才从劫难中走出来 获得了新生 今天 今天果肉的歌声更优雅 日子更新旺 而草原上童话般的风采 却一往如昔 保持着独特的魅力 每年入冬 神山依然抖开银白的袈裟 将遍地鲜花奇迹般的收回 直到来年 又依然把满山锦绣 还给果肉子孙 这锦绣般的草原 正为胜利者的后代 铺着希望的路 扩展着探索的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